好 還要帶您來關心 是昨天指揮中心公布了 第十二期的疫苗預約時程 總計有三大疫苗 要分別分為這個兩階段 共五梯次來做預約施打 結果因此就被質疑制度很混亂 恐怕是史上最複雜 因為事實上包括BNT疫苗第一劑 還有莫德納以及AZ疫苗第二劑 分別都是有不同年齡層的預約 還有施打時程 不過對此 衛福部長陳時中 他也說了 民眾都只要打一種疫苗 因此只要記得自己要打的疫苗就好 好 倒是不用等到第十二期開放 我們來看到這樣的現場 台北市的花博接種站 昨天就是因為動線規劃 很不清楚排隊人龍 綿延了數百公尺 再加上當天天空不時飄著小雨 民怨四起 就長者不滿了 說等了兩小時才打到疫苗 這重陽節難道是在整長輩嗎 好 今天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君 今天她一大早特地到現場來視察 同時也對長者表達歉意 捷運站外大排長龍冒著小雨更是難耐 十三號台北花博接種站 動線大亂 年長者淋雨排隊 同樣情況再度重演 大公出來到這五點半 為什麼 我早點來無所謂 因為後面人物很多 根本沒有用 來這排一大堆還要上廁所 還要怎樣 你都氣不氣 我問你 我看的都哇 氣得大罵不滿動線安排 北市副市長蔡炳坤 一早就前來視察 想重整規劃 但似乎沒奏效 這一萬兩千多位民眾施打量 怎麼消化 等後續多增加了五百張椅子 引導人員從七十名增加到一百五十名 總共十五條動線 看起來拉高整備量 但難保不會有狀況 連大型接種站都無法消化 大量人潮市府單位恐怕要繃緊神經 因為第十二期疫苗接種即將開打 到時可能更加混亂 十二期才兩階段接種 AZ莫德納BNT 通通一起打 祭出分流預約施打 堪稱規則最複雜的一輪 接種量上看四百四十萬劑 不少人當初打了第一劑 但沒有醫院登記恐怕打不到 今天下午會開會來討論第二 第十二期的量能 有些行程的切開都跟地方政府或是我們的醫療院 桌裡面儲備的一個量能 就冷藏的量能是有關係的 所以也只能夠分斷 那對於民眾來講 他只要注意到接到預約就來預約 面臨接種疫苗以來最大考驗 中央地方恐怕得好好盤點策略 避免民怨再棄 記者 林漢廷 楊宗彥 SNG小組 臺北報導